大家想一下 大家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清安村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喝茶这个蝉茶 也是我们清安村提倡的预防医学里面的一种疗法 自然疗法之一 我们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四都有这样的一个茶会 然后我们也有一系列的健康的活动 像我们这个星期六就有一个我们的数据 就等下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那边报名 我们来准备食材 就11号星期六的时候 是12点到2点 比如说一些打咳呀 或者一些流泪呀 可能也会有什么耳鸣或者放屁呀 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 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 也不用去把它憋住 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 要把它憋住 不需要啊 尽量的放松松 然后在就是喝茶的时候 以最舒服最放松的姿势坐在那里 只是去在 只是去关注你自己身体 这一杯茶从你的口中到你的喉咙到你的这个管道到位 到再到你整个身体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比方说酸麻肿胀 比如说说你喝了这个茶你的身体或者有什么酸麻肿胀或者是说热 从哪里热或者是你的腰热或者你肚子热或者是什么哪里热 你只是去专注这杯茶在你身体里面的一个感受 没有去追逐他的色香味 说如果有一些人可能做不太久的可以调到后面去 可以调到后面 还有就是说你们喝茶的时候 尽量用你们的手去拿杯子 你看一下你的猪泡在你的旁边 你拿杯子只是用手动手而已 不动身体不动腿不动臀部 大家把你们的手机一定要关机音 或者是飞行模式 不然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 其实在中国的话茶会的茶会都是有一个养手机楼 每一个人进来就是把手机放在那里面 也就是说因为这杯茶倒在你的杯子里面是会很烫的嘛 那他也会有热气 所以你就拿起来就吸 然后转到旁边呼气 然后再回来再吸 因为如果说这杯茶倒在你的杯子里面 你就拿来喝 正常人会烫到他的嘴巴的 会烫掉一层 那我们过后就会给大家一起分享的时间 在喝茶的过程当中 可能师傅这个老师的这个 他有一些就是说 喝茶的过程当中 在这一刻只有你跟茶在一起 只有你跟茶 茶是你的老师 所以这里没有任何的人 只有你跟茶 所以你喝茶的时候 尊敬这一杯茶 来之不易 喝一泡真的是少一泡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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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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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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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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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